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最近呢 我看到了很多马来西亚公共卫生的课题了 有那些合约医生罢工啊 然后也有讲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呢 那个费用太过庞大 政府开始负荷不了了 ok 然后 总之就是说马来西亚现在人口一直在增长 然后马来西亚的健康问题也每况愈下 结果就导致呢 这个 政府的医疗体系呢 负担过重 因为我们有免费医疗嘛 然后呢 越来越多钱要花在这个公共卫生上 但是呢 政府又没有这么多钱 怎么办 在这之前呢 政府呢 有想过一个方法 就是呢 征收那个糖税 就是对那个糖呢 征收比较高的税 就是呢 要避到那些商家呢 减少那些食物跟饮料的糖分 就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减少人民的糖尿病 因为呢 其实人民呢 会大量的依赖政府的医疗体系 其实主要也是三高 什么叫三高 就是糖分高 还有一个是血压高 还有一个是胆固醇高 其实这三个里面呢 最主要的最估计者还是糖尿病啊 就是血糖高 血糖高可以引发很多疾病 包括我刚才说的 胆固醇啊 高血压啊 那些也是属于心血管疾病 其实也跟糖尿病有一些关系的 基本上我可以结论一句是 只要可以控制好糖尿病呢 其他病呢 也可以顺便控制好 当然不是说100% 但是也可以控制到蛮多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政府着手处理的也是先那个增加那个糖税 但是增加糖税呢 不是很有效啦 老实讲啦 我举一个例说啦 如果说政府今天增加糖税的话 你觉得会很有效控制人们吃糖的分量吗 其实没有什么消息的 大家最多是靠北靠北说 哎哟 糖又起价了 然后呢 一切生活照常啊 是不是 最大的数情况是这样吗 啊 OK 在这里呢 我是想给出一个建议啦 就是呢 啊 啊 糖税也可以继续增啊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 政府呢 能不能呢 用一种啊 呃 规券的方式 或者是一种立法的方式啊 去规定每一个餐馆 尤其是妈妈当那些啊 就是他们泡一杯茶 他们用的糖分呢 或者是牛奶的 炼奶的 不可以超过一个分量 比如说不可以超过一个汤匙多少ml啊 然后一汤匙多少克啊 不可以超过那个分量 然后如果被突袭检查到他的糖分跟炼奶是超过那个分量的话 他可以被罚款什么之类的啊 我觉得这个方法如果执行下去的话 是比较有效啊 而且我相信啊 那些店家们呢 也会很乐意的配合啊 为什么 减少成本嘛 当然乐意啦 啊 我一杯茶啊 我现在放多多奶 多多糖 我也收两块 现在政府啊 逼我啊 把那个煉奶跟糖啊 减少 但是我还是一样一杯卖两块啊 我是不是减少成本 我赚更多啊 啊 所以咯 我觉得店家是很乐意配合的 然后呢 啊 这个店家有一个借口来减低成本啊 配合政府的政策啊 我觉得应该要用这一招 就是政府呢 要立一个法呢 限制所有的店家啊 只要你是卖喝的啊 你的糖分跟炼奶就不可以超过一定的分量啊 我相信至少这一点如果做到的话了 啊 可以大量的减少了 马来西亚国民呢 每天摄取糖分的分量啊 啊 如此一来的话 就可以大大减低了这个糖尿病的病患啊 减低了这个糖尿病了 过后呢 其他的疾病呢 也会跟着下来100% 我跟你保证啊 啊 如此一来的话 才可以从啊 根本上去解决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的负合过重这个问题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丢太多的 最多的钱 在这个公共卫生方面啊 我觉得才这个才是资本的方法啊 啊 政府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啊 我再重复 就是呢 立法限制所有的饮食业的店家 对于每一杯饮料啊 的糖分跟炼奶固定分量 不可以超过固定分量 抓到什么啊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